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 其实我们很久以前就有想过要讲 可是我当时觉得这个主题 可能会有点轮于鸡汤 然后就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所以就一直拖着 那这个主题呢就是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你会想起来 想要跟小时候的自己说什么 那其实我本来是想要说 是学生时期的自己 可是我想到我们其实很多听众都还在学校 所以我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或是过去的自己会比较精准一点点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主题也是源自于 前阵子我刚好跟一个听众有 在IG上面小聊了一下 那时候那个听众他就说 如果可以回到大学的话 你会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或是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避免的 因为他还没有毕业 所以他想要参考一下 也许自己也可以让自己的 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更丰富这样 然后我就很认真地想了这件事情 我就发现还真的有几件事情是 我会想要多做一点的 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就可以来 讨论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 然后也有在IG上面发文问大家 如果可以对过去的自己说一点建议的话 你会说什么 然后大家的投稿都超有趣 所以等一下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大家都说了些什么这样 好那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几个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投稿 我觉得第一个真的很吸睛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要少吃一点 对 我觉得好真实哦 而且就是有的人还讲的就是非常的精细 他说不要吃太多了 要多运动 不要以为是考生就放纵自己 还有小时候的胖就是胖 对 我那时候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如果要跟当初的自己这样讲 好我也许也会告诉他这件事情 因为我以前国中就是一天吃午餐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学校那个压力很大的时候 食物真的是最轻松可以得到一种慰藉 我觉得我很难跟食物所补 就尤其是在课业压力大的时候 我非常认同那个小时候的胖就是胖这件事情 就我妈妈所说 就是我在可能大班之前是一个身材中等的小女孩 然后开始让我发胖 就是我去上了一个公立学校的大班 然后我在家会先吃早餐 又准又会有一次早餐 然后还有一个中餐 然后下午下课之后 我就去芝麻街上英文课 芝麻街再给我吃一次点心 然后吃点心之后 我回家又会再吃一次晚餐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天午餐的生活 然后我妈就说我在那一年胖的 好像快十公斤吧 欸火石也太好了吧 对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变成一个 就是比较胖胖的女生这样 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瘦下来过 我就真心的就是对这件事情 非常的有感 真的是如果你小时候没有要适当饮食这个观念的话 那你长大也不会适当饮食 我觉得其实真的小时候很多习惯会一直延续 对但是我觉得就其实照顾自己身体这部分 我觉得还蛮棒的 就是其实如果可以从小就建立好的话 其实就是帮未来的自己省一点力的感觉 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我觉得很常出现的一些建议 就是会告诉自己不要焦虑不要害怕 然后想做什么就去做 不要顾虑太多人 我觉得这可能就反映了大家过去可能 无论是长辈或是朋友 或是整个社会环境 可能都会有一种帮手帮脚的感觉 是有一种我们要随时为未来做准备 我们要一直未雨绸缪 如果你现在不做好这件事情 那你的未来就会出差错 我如果现在这个高中考试没有考好 我基策没有考好 我念了一个没有那么好的高中 那我就会进到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大学 那我毕业之后就会找不到一个好工作 那我最后人生就会很悲惨 不知道是从哪一刻开始 就是可能长辈或是社会气氛 会一直用这样子比较恐吓性的方式去告诉你说 所以你要读好书 所以你要认真念书 你要奋发向上 你要一直找到自己生活的动力跟兴趣 才有办法过好一个完美的人生 而且我对其中一个建议很有感 他说想做就去做吧 最惨不过就那样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 在你出社会之后 你遇到了你以前没有想象过的事情之后 你发现我还没死 我还是在这边活得好好的 我明天还是要张开眼睛继续做事 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发现 以前你觉得 例如说一颗考零分 天就要塌下来 因为老师可能跟你讲说 你现在没有赢在起跑点之后 你就会越输越多 但是你之后发现 其实不过就那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那我当时是不是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看了之后会觉得 就是这可能是一个很集体的经历 然后会觉得有点 有点小难过吧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 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啦 但是感觉很多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种 就是在学生时期 勇气是一个比较缺乏的东西 我觉得不只学生时期啦 就是住的社会 其实也是缺乏勇气的 应该说在人的一生中 很常出现很多缺乏勇气的时刻 所以你缺乏勇气的情况下 你就会放弃很多机会 没错 对所以其实从这些回答里面 可以看出来 其实就是要勇往直前 不要怕尝试新事物 然后不要怕失败 然后对自己有自信 相信自己的直觉 多运动 其实都是大家很容易会想要 跟过去的自己说的话 然后甚至还有人是说 希望大学的时候 拜托就认真一点上课 气上的课程含尽量超多的 我觉得这一部分我自己也蛮同意的 就是当你毕业之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时候学校的资源 真的是求之不得的 因为你毕了业之后 什么都要钱 然后或是你有钱 但是你没有时间 但是你大学的时候 就是东西可能 不会很贵 或是免费 然后你时间是比较多的 但你那时候可能就觉得 好累压力好大 我不要了这样子 我觉得之前我们很担心 这个话题最后会太鸡汤 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要经历过 你才会懂得感恩 对 就是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说 哇原来它真的是 有点得来不易的 或者是我要多少努力 才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 但你在当下获得那些资源的时候 你不会有这种想法 而且就算就是 很多长辈啊 他们不是很喜欢告诫我们 就是说 读书的时候是最快乐的 你当时根本没有办法想说 这哪里快乐 我每天都觉得 读书好痛苦好痛苦 我再怎么努力 为什么我的分数就是上不去 就是每个人在那个阶段 你会有属于那个阶段的烦恼 所以不管 经历过那个阶段的人 他最后海阔天空的告诉你说 你现在这个阶段很棒 你应该多把握这个阶段 你听不进去的 对 然后最后一个 我觉得有点有趣的是 拜托在大学前戴完牙套 才能每每上大学 然后我对于这个 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 因为我现在在戴牙套 然后呢 我就彻底领悟到 我很感谢 我没有在大学时期 戴牙套这件事情 因为 但是是因为很实际 是因为我觉得 在读书时期 你很难 很认真照顾你的牙齿 就是你可能上课啊 或者是什么放学 要去哪里玩的时候 就跑来跑去 因为是集体活动 所以你很难 真的很认真去刷牙什么的 我反而觉得 现在我是属于 比较独心虾的工作模式 我爱刷多久都刷多久 我可以刷20分钟的牙 都不会有人来赶我 我觉得这个时候 反而会比较适合 去好好照顾牙齿 但是 我又很同意 就是 我当时也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希望可以在进大学 之前 变成我最理想的样子 有点像那个 我的ID是江南美人的女主角 她就是在 升大学之前 花大钱去做 就是大整容 然后呢 就是终于成为了理想的自己 这样子 但是当然就是那女主角之后 也面临到很多 自己人生的问题 可是我可以理解那种 很希望可以 崭新登场的那个渴望 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耶 就是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从小就是胖胖到大的嘛 所以其实在高中生 大学那个时候 我当然也会期望说 那我大学上大学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是 粉末登场 就是 可能 身材没有办法达到 我理想的样子 但是至少 我看起来是 比较有自信的一个形象吧 但就是 其实真的到了 那个阶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再怎么努力 你都没有办法真的达到 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样子 对 对 因为 其实那时候的资源就是那样 就是很有限 而且你的理想情 是会一直换的 你仰慕的对象 也是会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嘛 所以就算你当初觉得 好 我真的是一个 最理想的样子 粉末登场 你现在回去给我看 大学的照片 你有觉得 你那个时候真的是 你最好的自己了吗 对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 还有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就是我每次在 放寒假跟放暑假 然后 快要到尾身的时候 我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就是你可以 终于回到学校 然后看到大家 然后就是有一种 阔别多年 然后大家又粉末登场 就是一种 好像只要放了个假 大家又可以再重制自己人生 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开始工作之后 你没有什么重制人生 就是两天放假 或是就是可能 放个春假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学生时期 就是一直有机会 可以让你重新再去建立一次 我想要用什么样的形象 回到学校 例如说 这个时期我有多补习 我有偷偷的练英文 我有瘦身 我有剪头发 什么之类的 就是会给那种小朋友 一种很有趣的兴奋感 虽然是一个很小缺的信 这样子 好 所以以上就是 非常感谢有投稿的大家 就是那时候 收到大家的回复的时候 我真的很兴奋 因为就是很想要参考一下 大家跟我自己的建议 是不是有吻合的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是有的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会要分享一些 我们自己想要对 过去或是学生时期的自己 说些什么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第一个部分 其实跟日记还有社群有一点关系 就是我其实会希望当初的自己 多拍一些照片跟影片 就虽然那时候其实手机已经很发达 我们也拍了很多就是相片什么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影片相对的很少 然后刚刚我最近看过一部录剧叫 你好旧时光 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角色 它身体非常的差 然后呢 它就是因为它觉得生命很有限 所以它那时候就拿了一个V-bar 然后很认真的拍 教室里所有同学在 就是可能上课认真啊 或是打闹的样子 然后他们后来 阔别多年 可能快30岁的时候 然后大家就看着那个画面 然后角色 有没有哭我忘记 那我是哭爆了 就是我会有一种 天啊 就是居然可以把这么珍贵的时光 保留下来 你哭了 我看那部片我哭到不行 我想说难道这就是老去的象征吗 我那部片真的是逼哭我 然后等一下 你哭就代表你觉得有惋惜的地方 因为你之前有分享过 你会哭是因为你觉得遗憾 所以你当下的遗憾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当下的第一个感受是觉得 他们那个时候真的很美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点是 我在看剧的时候 看他们学生时期 就是在打闹的时候 我会觉得 青春真的有好多迷惘 好多痛苦 可是当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 30岁的时候 他们看着V-bar的画面的时候呢 我会突然觉得 没有那个就是青春最美丽的部分 就是你会突然觉得说 虽然你是在短短的看剧的时间点 你居然可以在心态上有这么大的转变 然后就觉得说 就是回忆过去 原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功用 就是你会 让所有事情上了一层滤镜 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切发生 都是有它的意义的 这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 看到他们有用影像留下来的时候 我也希望当时自己也有多用影像吧 可能跟同学之间的相处啊 或是同学在分享自己的梦想啊 在台上讲一些干话的时候 都要把它拍下来这样 但是因为那时候 FB也刚起来 然后社群就玩得很烂 就偶尔就上传一些烂照片 然后说他今天出去吃饭很开心 可是就 那哪是烂照片 那是很棒的回忆啊 可是就我觉得 没有那么巨细迷的去记录下来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现在像FB很多都会说什么 七年前的你 然后我就看了那贴文想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 不知道 完全不知所云 但是下面留言的人 好像都很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大家下面 一连串的留言都聊得很开心 可是我现在看我就有一种 我想知道 当时的我们在聊些什么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所以我会觉得很惋惜 因为会觉得 看起来好开心的样子 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有点着迷在 去回顾一些FB的过去的东西 怎么办 真的有点像老人的生活 好可怕喔 你真的忘不了欸 我完全忘不了 而且我就很着迷于那种 就是高中生的小确幸 就会觉得说 当时到底我们是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这么开心 对然后后来我就有看到说 有一次好像是 我在地理课上面 看了一个动画 老师给我们看的 然后我哭到不行 然后呢 下面有同学也说 我也是因为那个角色 哭到不行 然后有人说 我们班明天就要看了 好兴奋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事情也可以聊这么开心 真的是 青春真的很棒 这样 还是因为就是是比较性 因为你现在发现 你人生这种快乐 没有那么好取得 我觉得有可能 就是可能过去 让我感动的事情 已经不是现在 会让我感动的事情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 小时候的我因为 可能主角 为了家庭挥拳 什么之类的 我会觉得 哦 好想哭 然后会觉得说 现在我变得不一样了 可是我会 很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 当然不是说 我想要变成他 可是会觉得 这个东西很可爱 这样 嗯 对 我觉得我跟你一样 就是我也会希望 自己有更多记录 只是 那个记录也很难保存啦 因为也是有可能 经过很多 譬如说电脑坏掉啊 或者手机坏掉啊 什么那些记录会消失 所以 其实我现在对于 照片跟影片 比较放宽心 因为以前一定会有一个阶段 是 你会很气自己 怎么会这么不小心 把一些照片影片删掉 可是我后来就发现说 虽然说那些记忆 比较实质具体的东西 它是被删掉了 可是 你回想起来的 通常是感觉而不是说 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而是就是 哇 我现在回忆起 那时候跟同学打闹的 那个快乐的感觉 是什么 对 就是 快乐很简单 很单纯这件事 这样讲好像其实也对 就是 只要那个感受 不要消失 实体的东西 有没有存在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对 只是有的时候会 好像 人会对物品很制作 就是因为你很担心 这个物品消失在你眼前之后 你会慢慢忘记它 嗯 但我觉得可能 与其去把那东西找回来 可能更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 对 我们过去做了些什么 有多开心这样子 对对对 我也觉得 嗯 好 那我要分享 其实跟苏宇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因为 我其实在大学时期 是没有那么 常跟班上的同学交流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可惜 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是台北人 然后又念福大 所以对我来说 我每天在上课途中 有一个唯一的动力 就是 等一下下课要马上回家 我等一下回家 我等一下回家 我等一下就可以离开了 我等一下就连也离开了 就是我对于 辅大的校园 没有任何的留恋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是因为我就住家里 所以对我来说 家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我的同学们 就是譬如说 我的高中同学 在其他县市念书 那对于 就是跟他们相处的时光 也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下 我就不会想说 哎 我要带谁谁谁 去认识这个校园啊 或是我要跟着 这个校园的人 去探索更多 属于辅大的回忆 我当初就是 没有这个冲动 然后就变成说 我一下课就回家 我等于就是 要去参加社团 必须要可能 下课后 要待到什么 第八节之后 到我七八节没课 我就觉得 我不怎么在这边 浪费时间 我要回家 完全同意 对 所以我也就是 没有跟同学 可能会相约 去图书馆念书啊 然后或者是 下课会想说 哎 要一起去逛个街啊 吃个饭什么 我都没有这个 冲动跟想要这样做 事实到后来 可能大二大三的时候 就是跟大家 比较熟的 你有自己的交友圈 所以会开始 想要比较多这种 额外的互动 所以你会去 约这件事情 但是在大一的时候 我就比较没有 这个冲动 然后也没有 那么多机会 也不太想 就是跟班上的人 太多交流 所以我就觉得 很可惜 就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我的同学们 有很多是 很值得认识 然后很优秀 然后他们的想法 可能跟我也很接近 我们是可以变成一个 互相激励 互相成长的好朋友 但是就是因为 我自己先关掉了 就是跟大家的 交流的那一扇门之后 变得比较封闭 我就没有那么多机会 去认识他们 反而是现在出社会之后 我其实很珍惜 每次可以跟他们 碰面的机会这样 对 你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 它真的也连到 我另外一个 就是我会想要建议 当时的自己 多跟朋友去 爬山录影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跟你很像 就是我住台北 然后加上 我家里离府 大概有点远 所以我那个 归心四肩的心 就是强烈到不行 很炙热 就是我很希望在 太阳下山之前 我就可以回到家 我跟你一模一样 因为如果很晚 搭建议我就想说 人好多好烦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 No 然后呢 结果我就回想到 当时我跟朋友 出去玩的情况 都是因为 我的好朋友 就是最近的那几个 刚好都是住台北的 所以大家都是 一群归心四肩的人 对 真的 所以我们约出去玩 可能就是假日 然后大家去咖啡厅 去哪里走走 就是那种 我们都会喜欢在 太阳下山之前 就解决所有的事情 然后呢 就回到家 然后休息 可是其实反观 我有很多朋友 他们是北上来念书的 然后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住宿舍 所以他们有时候 会约小野童啊 然后可能是夜唱夜冲 甚至是去外县市玩啊 然后住民宿什么的 我相对就少了 非常多那样的体验 因为只要可能要 可能留到很晚 或是要去 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还会想到说 可是明天后天 还会有一些 就是可能作业啊 什么的 我担心 所以可能连那种 八校联合的舞会 我都蛮懒的参加的 就会觉得 很晚耶 那我明天还要 起来写功课什么的 我就会不想要 但是 其实回过头来 我不会说 后悔 可是 我会明确也知道说 那些 他们住在宿舍的同学 就是因为他们很珍惜 终于有朋友 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光 他们就不会去 浪费这个时间 他们不会想要 在家里看韩剧 他们会想要 跟彼此交流 我会觉得说 我希望当时的生活 可以更平衡一点点 也许爬爬山 或是 大家吃个宵夜 都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但是这个真的就是 你要体验过宿舍生活 才会想说 哇 原来我之前这么封闭 因为我觉得 我会意识到这件事情 也是因为我们出国交换 你在一个 真的是宿舍 集体的生活之下 你会发现 就是大家真的会因为 住在同一个地方 就算你个性 可能没有那么合 但是你会有 那个革命情感 你会就是因为 想要去同一个地方 而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那个 经验真的是很难得 而且是如果你没有 住校的话 你真的很难体会到 我觉得像我的话 我就是只注重 课堂里面的时间 然后课堂以外 我就会有一种 我已经这么累了 我还要待在这间学校 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 就变成是说 因为我已经可以想到 那个通勤的累 就是我会先把 那个预知的累 就是先加入在 我现在的我身上 所以我会觉得说 哦不要不要 我要把体力留给 我等一下在捷运上 要站着什么什么 很累 所以我就会 想了一大堆可是可是 所以我就想说 啊那回家 对 又说到一个点 我觉得通勤是重点 因为如果我住宿舍的话 对我来说 走回宿舍很方便 对 我可能就是五分钟之后 我就可以回到宿舍 所以就算我下课 我决定流连在校园附近 我马上 我累了还是可以回去休息 可是如果是我下课 还要流连在校园附近 可是我只要想到 我回去还要坐三十分钟的车 我就觉得好累 那我还不如现在就走 或者是我就会选择说 那我们不要在学校附近流连 我们可不可以去 就是我家附近啊 或者是我熟悉的地方 因为毕竟 就是我们成长的城市 我们自己会知道 哪些地方是好玩的 所以就是相对之下 会觉得说学校附近 好像蛮无聊的 对 所以就其实我觉得 这个可能就 跟我们先天的设定有关系 就是说你的地缘关系 其实会蛮大程度的影响到你 可能在学生时期 经历到很多事情 像我朋友 他们就是一群住宿的同学 只要是有人生日的话 他们都会在学校附近 就是那种闯关活动 然后可能是从校园跑跑 然后跑到附近的便利商店 然后最后终点站 可能是一个 一团烤肉的地方 就是我人生中 就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就觉得 其实是有点可惜的 就是因为 我自己是 用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 在过我的大学生活 所以其实也蛮感谢 有交换那段时间 他让我在一个 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 所以这两种学生生活 都有好的地方 可是都有错过些什么 这样子 对 然后下一个 我想给自己的建议 其实有点荒谬 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联谊 你想参加吗 就是 我觉得这是我很庆幸 自己没有把自己 放到那个情况下 这个我要解释 就是 其实我身边 有去参加过的人 回来之后 分享的故事 真的都是很莫名其妙 但是就是因为 如此的莫名其妙 让我就觉得 我好想体验看看 可是你们戏 比较容易有 对不对 因为我们戏是不太有 是因为我们男女比例 蛮均衡的 对 对我们戏 因为像是我们戏 就很常跟那种 就是男 男生比例非常高的戏 所会有联谊 然后那时候 有联谊的时候 我想说 联谊是什么 我不要 我不要 就认识很多陌生人 所以我就没有去 然后我就觉得说 可是听到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讲说 学生时期的联谊啊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 促成佳话 有的时候可能是 莫名其妙 我都会觉得说 这种荒唐的经验 不是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这有点像是 恶趣味吧 我就觉得说 我很希望 我有这样子的回忆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但就很可惜 没有这样 你希望自己 有这样的经验的意思 对对对 就觉得说 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经历过 就算当下 你感受不太好 可是事后分享的时候 肯定都会是很有趣的 对对对 因为像淑女 刚刚提到联谊这件事情 其实我自己也有 类似是因为 我觉得我错过 蛮多团体活动的机会 就是因为我会真的觉得说 团体活动要等谁 要等谁 然后我又没有地方 可以去 我只能待在图书馆 图书馆好无聊 我还不如就回家 所以我就会 就是可能 没有参加那么多 团体活动之外 我回家的时间 我也没有真的在干嘛 我大部分时间 就是在看韩剧啊 或者是 就是看一些YouTube影片 耍废 然后我就觉得 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蛮可惜的是 我在当初有那么多 独处的时间 可是我却没有 花那些时间 去多了解自己 然后多探索自己 到底适合什么事情 或是我想要 因为我觉得时间真的是 你在学生时期 最宝贵的一个资源 应该是说 你在大学的时候 是第一次人生中 拥有那么多自由时间 可以自己控制 可是当你就很像是 突然间 中乐透的人一样 你拿到了这么多东西 但你不知道怎么使用 然后最后你就拿去挥霍 就对我来说 时间就像是我 中了一笔乐透 然后我却把它拿去挥霍 我就会觉得很可惜 就像是现在如果 你问我说 我中乐透要干嘛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 说我有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安排 但就是在当初 我没有这个概念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去 很好地安排我的生活 所以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去 想说要思考 或是探索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跟适合什么 我觉得是可惜的 可是老实讲 如果没有那一段 就是这么混沌的时期 跟这么无所事事的时期 我觉得我现在也不会 有所领悟觉得说 那我要好好的利用时间 我觉得 我当时有一个 很类似的挣扎 就是因为其实 学校还是有社团活动 只是因为之前 我们有分享过说 我们高中有参加过社团 所以其实已经有 因为高中的社团活动 就是让我们 筋疲力竭了一番 就可能也享受过那种 很多才多姿的生活了 所以到大学之后 我就没有想说 一定要加入社团 但是我心里有一个 压力跟罪恶感 就是觉得说 这个时间好像是 你可以自由去认识 跟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如果你不加入社团 你就是回家 做你喜欢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就是 越来越窄 我当时就是会有 这样的一个挣扎 尽管我很想回家 可是我还是有 做一些些的努力 我有去加入一些 我觉得我会有兴趣的社团 可是其实 我非常累 因为你参加社团之前 你还要先在学校 消耗一些时间嘛 就是可能是在 第八节之后才会有社课 然后你上完社课之后 再封城仆仆的回家之后 你再来写作业 所以后来 其实我有一个领悟是 其实 那个时候 如果我就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时候 我就比较不会有 那样子的压力 去觉得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 找一些团体活动 来让我自己 变得更会社交 但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种事后论 就是不能因为 我现在觉得 对啊 我现在就是一个 比较喜欢读书的人 我当初就不应该 参加那么多团体活动 对 还是要去体验一下之后 你才会知道说 可能 这么多的团体活动 反而会消耗你的能量 不会让你真的 享受这个时间 但我觉得这也是 我想要跟 学生时代自己讲 就是 其实多方尝试是好的 是因为 那可以帮助你 更快速的了解 自己到底适合什么 对 因为像我就是 关掉了多方尝试这扇门 我就只是觉得说 我觉得在家很舒服 那我就在家就好了 对 所以我其实 我只是觉得舒服 我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我也没有真的去了解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 难怪很多人都会说 不要担心后果就去做 然后 也许很大几率 你是会失败的 但是失败又怎样 你就会知道说 我很讨厌这个 那我以后不碰 没错 就是我下一个要讲 就是我会想要跟自己说 真的要多活在当下 然后 不要过度去忧虑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 以前学生时代 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就是会让你产生忧虑的 一个就是你的课业 一个就是你的人际关系 我自己是被人际关系 影响比较大 因为课业就是 我没有 我没有很认真 老师对不起 但是就是 在人际关系部分 我常常会 可能有人约我去一个 团体的活动好了 然后 我会因为当下就是 可能会遇到一些 我不认识的人 我会心里很焦虑 想说 那要是我遇到他们 我没有话题跟他们聊 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怎么办 这样这个 聚会不就会很失败吗 我最后不就会觉得 很累身心俱疲 然后我可能就会因为 这样子一直过度焦虑 焦虑焦虑 到最后我就直接跟他说 哦我有事我不去了 就我宁愿不要出去 也不要就是 让自己有受伤害的机会 但我后来就发现 这个事情很不合理 就是因为 你都没有去 你怎么知道 自己会不会受伤害呢 你为什么要预设 自己去了 一定会受伤害 这个想法就是很好笑 就是好像是 你今天去到一个场合 然后大家明明就是 非常欢迎你来 然后你就觉得说 每个人都要伤害我 他想伤害我 他也想伤害我 的那种感觉 我懂 就是我其实现在 还是会有这样子的忧虑 但是 其实会 你会很明显 知道这个忧虑是 莫须有的 因为你从来也没有 进去过一个场合 然后大家就突然 安静下来 然后看着你想说 你谁 就其实也没有 这种事情发生 只是 你会太多的去思考说 要是事情出错怎么办 就有点像是 我都还没有去参加 课外活动 我就已经先想到 我搭捷运会多累 我一定会没位置坐 我一定会就是什么 睡到东倒西歪之类的 那就会让我当下决定 不要去试试看 参加一些可能有很有趣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建议 对现在的我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 活在舒适圈太好了 以至于会不想要去尝试 但是其实 可能尝试的 那个代价其实也不高 那为什么要去避免 应该是说 在当初我们也没有 相信自己有 可以痊愈自己的能力 我们觉得自己受伤害了 就是真的受伤害了 我就是受了这一次伤 之后 我没有这个站起来的勇气 可是其实你有 你要相信自己是很强大的 然后你没有那么容易受伤害 真的 就是其实 去参加这些活动 你最后大不了 就是没有认识到人而已 但那会造成什么损失吗 也不会啊 你还是有很爱你的朋友 很爱你的家人 对 跟就是你很熟悉的生活圈这样 嗯 没错 我最后一个 要给自己的建议 我不太确定 大家有没有这个忧虑 但是其实 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无论是我看的影视作品 还是我可能跟别人聊天 就是大家都会对爱情有一些期待 就是可能有些人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谈过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没有 那可是其实那个时候 校园的氛围是会觉得说 诶这个好像是一个 可以开始准备要谈恋爱的年纪 嗯 所以呢你会对于感情什么 有一些期待 那我一进到大学之后 我也没有说马上就开始找对象 可是我慢慢的会开始发现说 诶身边好像很多人开始 想要谈恋爱 强势只要谈恋爱 那我当时是没有事 因为我当时会觉得 我对爱情的想法 好像不是说 我要主动的去寻求什么东西 然后我也觉得 学业跟友情都让我活得很充实 可是慢慢接近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会突然有一个焦虑感 觉得说 我是不是不正常 嗯 是不是每一部电影的男女主角 都在谈恋爱 那我没有在谈恋爱 我是不是人格上面 有什么样的缺陷 以至于我没有这个恋爱的冲动 跟渴望还有行动力 但是其实到了现在 还是没有谈恋爱的 我就觉得 就活得挺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忧虑实在是 太多此一举了 因为 其实你身边有 让你感觉舒服 或是让你感觉到爱的人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谈恋爱 它是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可是它不是唯一的方式 只是说 我们在接受很多 媒体讯息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说 好像没有了这个 你就是一个缺了脚的缘 嗯 但是其实到现在 你看到那么多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无论有没有谈恋爱 你都有可能是那个缺脚的缘 那跟你自己 看待生活的方式很有关系 而不是哪一个人来完整了你 或是来拯救了你这样 你刚刚讲这个 我突然想到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 其实有聊过一集 就是在讲单身女子 如何在社会生存嘛 然后 其实我们那时候 就很大部分的提到 这个事情就是 好像我们 没有谈过恋爱 就是因为我们个性 有缺陷 我们是个怪人 对 就是你会 其实是我们心里 也预设人家 听到我们这样讲 好像人家 就会这样觉得我们 我们是怪人 可是其实 说不定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可能当下的想法是 他觉得很可惜 你明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你为什么 没有谈过恋爱呢 嗯 对 就是他可能觉得说 你明明就是很值得喜欢的啊 那你可能 应该只是没有找到 适合你的人 这样 所以 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 你刚刚说的是就是 有些人他就算没有谈恋爱 他还是这个缺角的缘 然后我突然想到的是 就是前阵子 大概上上礼拜吧 我跟我大学同学聚会 然后 那天我就特别快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很快乐 然后 我进到那个聚会 我就是很有活力 然后我也觉得 真的很快乐 很久没有见到大家 然后大家还是一样 就是过得很好啊 然后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一些很新的故事 可以分享 所以我就特别的欢乐 然后 我有个朋友 就很认真看着 我就说 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你这样男朋友 我说没有啊 我就是很快乐 看到你们这样 然后我才突然间想到说 对啊 就是 其实你 有没有男朋友 有没有另外一半 都不是 真的能够决定 你会不会快乐的因素 所以就像刚刚舒芙讲的 你有没有伴侣 你都可能是缺角的 相反来说 就是你有没有伴侣 你也都可以快乐啊 只是你自己要找到 就是你 如何让自己活得 舒服的那个方式 对 而且我觉得 你刚刚讲到一个点 就是 有的时候 我们会不小心预设说 对方听到我这个答案 他是不是就会觉得我怎么样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很多人都讲说 你自己不尴尬 别人就不尴尬 对 我觉得这很类似 就是 你自己讲出来的时候 你觉得没什么 别人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真的就没什么 那也许对方本来 有些预设立场 可是他看你活得这么好的时候 他很自然而然 可能就会接受说 哦 世界上有这种人 还是他会觉得我没有病 他心里就想说 是疯子 是疯子 吓死人了 也是有这个可能 但我觉得就是那种 你自己先觉得 这件事情不奇怪 别人才有可能 觉得你是正常的 就不是说 那个正常不正常 不是那种很 奇怪的分界 就是说 别人不会想要去 指引你的人生抉择 因为你看起来 对自己非常的 确信 就是你确信 你自己的选择 对你是最好的时候 别人也不会想要来 插手你的人生 或说 哎呀你没有谈恋爱 是不是代表 你人生有缺陷啊 什么的 有些人还是会这样啊 但是就是 也不要因为他讲这些话 就觉得自己 是没有价值的 对对对 对这个我觉得啊 蛮重要的 尤其是因为 我少女性比较重啊 就是看比较多偶像剧 没有我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 这个阶段 就是因为你知道大家 你从国中高中 你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 老师都会跟你讲 大学你就自由了 对 大学你想谈多少恋爱 就谈多少恋爱 你爸妈是不是跟你说过 18岁以后不管你 你想谈恋爱就谈恋爱 但你现在不准谈恋爱 给我乖念书 所以你对大学 当然会有个向往 你当然会就是觉得说 我上了大学 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我还可以拥有恋爱 我还可以过得多彩多姿 我会有很多朋友 你对大学有太多的幻想 所以造就就是 当你真的到大学的时候 你反而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那样 因为没有人跟你分享 他们是怎么样从 就是只会念书的学生 到就是拥有 多彩多姿的生活 以及有伴侣 这中间这一段是缺识的 没有人演给你看 对 他们只有就是 演的是那种非常肤浅的 你一进到大学 然后你就跑去跟学长告白 或者是就 就有学弟跑过来说 学姐我好崇拜你 什么这种 就会觉得好像说 感情会从天而降 但是就是没有降在我身上 对然后你一定会疑惑嘛 然后又加上就是 你接受到的资讯 都会觉得说 你没有谈恋爱 你一定是哪里怪怪的 所以你一开始 肯定是会先质疑 自己到底哪里出错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一定会发生 只是就是 当你发现自己 可能就是比较喜欢 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 对 所以这个我还蛮好奇 有没有在学生时期 有这个困扰的人 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心路历程 还有你后来是怎么样 去接受说 有没有感情状态 不会影响你自己的价值 或是你自己的个性 然后别人也不会因为这样子 就对你有其他的批评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交过伴侣 然后你也没有这个冲动的话 其实有一个想法是 你的动力就是没有 那些感到孤单的人还要抢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 可能他支撑一个人来 这个大学念书 所以他就是需要在这个城市 重新建立起他的人脉 所以对于这种 你可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城市 你有足够让你感到 安全的生活圈的时候 其实你就没有那个动力 是你想要再去认识更多的人 或是你觉得 你一定要有一个伴侣 你才有办法 就是过得比较多彩多姿的生活 所以当你的动力 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你的确有可能 没有想要谈恋爱的那个念头 对没错 所以现在就有点 把这件事情整个放开的感觉了 对 想要定期收听 更多书从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 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Mixerbox 合作推出的 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 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 以及我们的 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Bonus 书从人生特辑 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 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Mixerbox搜寻 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 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 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好那我们刚刚分享完 我们自己可能会想要对 过去的自己说的话之后呢 我就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也让我很想要做 这个主题的另外一个动力 那就是前阵子 不是有一个影集 叫《鱿鱼游戏》非常的红吗 然后我就很难得的 我在热潮之中 我赶快把它看完了 我跟上了 我终于跟上了 不再像过去那个歌舞《青春晚》两年 我再也没有 因为家里面有第四台 就这样落后了 对 然后呢我就 很兴奋的两天狂飙完之后呢 听众就跟我们分享说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类似 生存游戏类型的话 你可以看哪些作品 然后它其中最大推的就是 《经济之国》闯关者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好 这个正在信头上 赶快再去看 然后看完之后 我就更喜欢这部作品了 然后看完之后 可是因为它第一季 是只有漫画前半段的内容 所以我就想说 好吧 那赶快来追漫画 然后我非常喜欢漫画的原因 是因为 这个漫画 它处理的不只是游戏的 可能烧脑的东西这样子 它还处理了 人在看待生死 还有改变这件事情的一些态度 然后因为里面的角色非常的多 然后职业跟年龄都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很多时候 大家是可以在不同的配角身上 找到自己 然后那时候跟朋友在讨论的时候 还有很多朋友 就是会一直把他们的那个 对话截图下来说 这句话真的很有启发什么的 那我会想到这个主题 是因为里面其实有非常多角色 他们都是非常充满缺陷的 其实有点像由于游戏 里面去参加比赛的人 他们可能人格上面都会有一些 你很显而易见的缺点 然后在看漫画的时候 其实这个感觉更强烈 因为他很认真的 交代了这些人的过去 可能学生时期非常软烂 然后就一直软烂到出社会什么的 然后在看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很阿杂 因为就觉得这些人真的好讨厌 就是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人 他明明有潜力 却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你为什么不动起来 但是你会看到他在游戏里面 为了要活下来 为了不要死 而开始去思考说 那我为什么不要死 我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我如果继续活下去的话 我还有能力去面对 我接下来的人生吗 就是他们会开始因为 生命受到威胁 然后有很多自我对话 然后就会看到他们 一层一层的转变 他们也不是一次 就变成了最好的自己 他们是一直就是去 在内心里面跟自己撞墙 然后才有了 现在可能更好 更强大的他们 或者是 不一定是完美的 但是也许是对于人生 有更多领悟的他们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想要对过去自己 说什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 对啊 就是如果没有过去那个 因为通勤 就不参加团体活动 或者是 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 就放弃 各式刚好玩事情的我的话 甚至可能 我不会在这边 做podcast 录给大家听 因为我就不会有 这些人生的感悟 那我觉得这当然就是那种 讲回到过去电影的时候 都一定会讲的事情 就是 没有过去的你的话 也不会有 现在这个后悔的自己 或是现在这个 奋发向上的自己 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透过这个 很有趣的漫画 也会让我意识到说 如果我们都能够 回到过去 纠正自己的话 那我们就会变成 一个超级无聊的人 我们的人生也许会 非常平淡 因为我们从不出错 对 不只是从不出错 是 你也没有想要挑战 别的东西的那个想法 对 因为对你来说 人生的目标很明确 你就是 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 但是 你想像有一个幼稚人 他跟你说 我人生的目标 就是赚钱 我就是要赚最多最多的钱 所以他现在就开始 兜售 你知道 橡皮筋 就像可以兜售给 就是幼稚人的朋友 然后 开始存钱 开始投资股票 对 然后他11岁又成功 变成什么股票神 其实也是一个人生啦 只是就是 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一定会希望自己人生不再只有股票嘛 因为我会想要再追求更多 或是觉得说 那我现在有钱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别的东西 对 然后那天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我听到很多人都讲说 学生时期是最快乐 最单纯的时期 所以想回到那个时候 可是 我一点都不想回到那个时候 因为 我觉得 人的大脑本来就会美化很多回忆 所以其实 我如果硬要去想的话 其实学生时期充斥的就是 被各种习作跟考证给淹没 然后又担心自己考不上好大学 会变成一个废物 就是 有太多太多这种忧虑 其实这些事情 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而且我很满意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因为我知道我过去 哪些事情不足了 我现在才有动力 就是 例如说 更认真的去念书 学习 或者是 珍惜身边的朋友跟家人 就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回到过去 然后我又被那些 科业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或者是 对自己的认知 还不是很完整的话 我又会开始进入那浑浑噩噩的状态 我有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回到过去 是你已经知道 自己未来会变成 怎样的回到过去 还是 完完全全的 回到过去 我当下的假设是 我带着 现在的记忆回到过去 因为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知道 我现在是变成这样子 然后我回到过去之后 我是不是还是会选择 继续软烂 反正我知道 我以后会变成这样 这个合理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觉得 我多不好嘛 就还可以接受嘛 那 读书好累哦 那我就跟之前差不多就好了 或者是 因为之前的话 我会觉得说 我已经很努力啦 就是我每天都还是有睡到 应该睡的小时 那 也许现在的我会觉得说 要是我每天少睡一个小时 多读一些东西 我现在是不同反响 可是我觉得 当我在那个情况下 我还是会 因为我的人格 还是同一个 我还是会觉得 我的身体 我的健康 我要吃的东西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终究我还是会成为 现在的我 而且我是在想就是 因为我对人生 可能也没有太多 太大的理想 就算我回到过去 然后我比 我比以前更努力 假设20%好了 我好像也不会想象说 那我就可以变成一个 很厉害的 对 就还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说 一点点小改变 究竟可以改变 多少的未来 对对 就是好像很多事情 你没有看到 你是无法很具体的去想象的 而且也不是说 你改变了 你未来就一定是 正向的改变 就有可能你因为 就是非常认真念书 然后就最后猝死啊 这是比较 不好的举例啦 但就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事事本来就难料 对 所以也不是说就是 你回到过去 然后保有现在的记忆 你重新来过的一切 就会变得更好 对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讨论这个主题 比较像是 我没有想要回到过去 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 如果我之后 遇到类似的情境 我有没有办法带着 之前学校的这些经验 然后重新活一次 那个经历 可是那个经历 是新的经历 就譬如说 我知道我自己以前 没有那么喜欢念书 那么认真念书 那如果我现在有机会 再出去念一个研究所 那我肯定在念书的心态 就跟以前念书的心态 会不一样嘛 对 所以我可能会更认真 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更去钻研 自己喜欢的领域这样 对 所以其实我 我就瞬间想到说 如果我在跟小孩讲说 学生时期 你们要珍惜的时候 也许可以换一个说法是说 我过去的学生时期 是经历了怎么样怎么样 例如说 我的历史永远都学不好 然后我就觉得 东西就背不起来 那我现在呢 我可能开始 接触一些历史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透过故事的方式 我记得很好 所以我不想要重蹈 我过去的附册 就是硬背死记 然后就是分享 你过去学到了什么 然后你现在如何改变它 会比告诉 学生时期的人说 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时期多么的棒 多么的精彩美好 因为他在那个当下 他没有办法 实质上的去看到说 未来的自己可能会 浑浑噩噩 然后呢 羡慕着学生时期的自己 就像刚刚雨洁讲的 就是如果你过去读书的时候 有经历过一些挫折感 那也许 你在接下来 你在再次读书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再重蹈那个辅测 那我觉得很多人 他后悔的点 可能是在于 他学生时期 谈过的恋爱是失败的 或者是有遗憾的 那其实这样的遗憾 你可能不想要再重蹈辅测 那你是不是用 更好的方式去沟通 更好的方式去爱人 是你可以去改变的事情 我觉得就很像是 我不想回到学生时期的 那个初衷 就是因为 我觉得现在的我很好 那很好的原因 是因为过去经历过那些事情 让我知道 什么事情是不用在乎 什么事情是要在乎的 我应该带着 现在学到的东西 然后呢 去面对接下来的日子 那样的感觉 比较充满希望 而不是回到过去 然后呢 改变未来 然后未来可能又因为 很多不确定因素 又再次变成了一个 完全不认识的样子 对 虽然这都是假设啦 但我觉得这个 也蛮大程度的 可以去改变 看待过去回忆的心态 我觉得你刚好提到 就是 长辈可以透过自己的经历 去教导自己的后辈 要怎么样 可能更有条理的 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件事情 就让我想到 就是 我今天刚好看到一个 我大学的教授 他分享一篇文章 他自己的经验 就是 他前阵子去 当了那个 市长跑手的陪跑员 然后这个工作 他们要做 就是 跑在那个选手前面 然后他们会有一条绳子 连接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带领着选手 不要跑偏离跑道 那所以他们唯一的联系 就是那条绳子 然后他就说 他一路上 他在跑的时候 他就在想说 其实父母就很像陪跑员 你与其像个教练 在旁边 吆喝说 你不要跑偏 你不可以跑偏 你不可以往右边跑 你现在就是要往左边跑 你应该就是直接在他前面 然后用你的方式 就是往你觉得正确的那个道路走 那你虽然在前面 你的移动可能很小 但是后面的幅度 其实是可能会变化的很大的嘛 但是那个很大 就是他们必须要自己去面对的 他们必须要自己去尝试 自己去碰撞 自己去找出来说 那这么大的范围里面 到底哪一条路是我应该走的 所以如果他们自己感受到 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朝向你 希望他们走的那个方向前进 很有趣的一点是 他说陪跑员有一点是 你一定不会跑得比选手快嘛 就除非你自己本身就是选手 所以你很有可能会跑得比选手慢 那你跑得比选手慢的时候怎么办 你就是要贴在他身后陪着他跑 所以他就说 那如果今天你遇到的这个孩子 他是本身天姿非常聪明 那他就是跑得比你更前面 他比你更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 那你可以做的就是在他旁边 确保他不要受伤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 对 就希望以后是有机会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可能不只是自己的小孩 可能是比我们小的人 或是希望可以从我们身上 得到一些过去经历的后备也好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 可能会让对方比较有办法去 真的实际上改变他的人生 而不是有一种 为什么大家都说 现在的我应该要怎么样 可是我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有一种好像 很虚无缥缈的建议这样子 而且其实不管你在哪个年龄段 你只要有想要改变 那个时候都还来得及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要改变很快 对 就是心态一变了你后面要改的东西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简单 嗯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 虽然是分享了一些可能过去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 但其实这个反过来讲也是我们未来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不要害怕或是不要在乎他人眼光 或是有自信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我们未来还是需要去学习的课题 不是说 欸过去我没有学会 现在我依然学不会 这样子也太悲观了 嗯 对所以就希望说大家 对自己说这些话呢 也可以就是鼓励现在的自己 无论是想要运动啊 重训啊 写日记啊 或是帮自己加油这些事情 都还是可以就是套用在现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大家都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 可以去改变你的人生 对 哎呦好鸡汤哦 但就是这样啦 气死我了 不会啦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量具体化了 嗯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天 听完之后也可以回味一下过去的生活 然后搞不好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是就是你 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很幸福这样 嗯 那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 你有什么样的话 想要跟小时候自己说的话 也都可以到我们的Instagram 跟我们做留言互动 那我们的IG帐号是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可以直接搜寻午后女子会 对那如果你想要针对我们 单集特定时间段回应的话 可以在Mixerbox上面追踪我们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五星评论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